这两天上海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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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菜 这两天上海的疫情 还是这样 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增加的 很多的人出来 疫情出来的 无症状的 疫情的人是最多 像我们这次 我的这个小区 还算挺好的 就封了一天 一天基本上就是 晚上十二点中风 第二天就可以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看菜 菜架啊 这耳隔都没有 没有 菜品还是挺多的 没有造成情况 菜还是挺多的 哦 这两天菜长得很贵的啊 这两天的菜长得一塌糊涂 老板娘已经说了啊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我亲爱听见的啊 只是跟大家说一声 这两天的菜长得一塌糊涂啊 长得很厉害 啊 这里是本来买海鲜的 现在都买出菜了 喂上菜拿了吗 上菜 上菜 好 哦 菜品没这么少 马路上的人多了 慢慢地多起来了 估计我们这里是低风险地区 宁波路 南京路街道 低风险地区 马路上的人慢慢地多起来 这里哪里又要风险 一看到这个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摇摇 辣椒 国家和好 好 这里是什么 这是什么 在这里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 这是什么 明波路很亮 请开设全球围 这里有一个河山点 河山点 车子也不让进了 车子也不让进了 警察是在这里把车子都封掉了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两天的菜长了很多 确实长了 昨天晚上我跑到菜市场也没知道 跑到菜市场里面去看一下 好多菜已经卖空了 价格基本上都涨了一倍 平时生菜是3块钱的 今天已经是8块了 这里稍微贵一点 基本上翻一个公头 涨了一倍 买菜的人也还是挺多的 网上看到那个买菜的 那个隔离点的买菜的地方 现在也已经 也已经长得很厉害 他们说隔离点的那个给三种菜 两根窝绳 两个萝卜 两个番茄 30块钱 如果这点东西在 在线下买卖吧 估计一半钱吧 15块 这里已经是隔离点嘛 这里已经是隔离点嘛 他帮你送进来 物流费啊 还帮你送到这里来 三四块钱 怎么办呢 说贵也不贵 说便宜也不便宜咯 昨天看到的那个 那个视频里面嘛 都是晚上买菜 10点钟 11点钟 大家听到的 造成苦慌了嘛 大家都在那里买菜 估计这个是 哪一个小区封闭了 政府报出来 好多那个镇啊 或者这个小区啊 北蔡镇啊 下定那个什么镇啊 某一个地块啊 它要封闭了 封闭要做核酸的 突破封闭四十八个小时的 那好多镜名就是 本来家里也有菜的 再去腾一点嘛 再去买一点嘛 反正政府一说啊 要隔离多少天 多少天 那肯定要去买菜的 吃的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啊 回去买菜 买菜嘛 本来 本来菜是够的 但是一口恐慌了 有菜的人都要买菜来 不要说没菜的人来家里 造成那个 晚上买菜的盛景啊 大家都去买 所以说买菜的地方都卖空了 但运进来还是有的 还是像墙一样的 但是 运量估计还是 运量估计还是这点 但是 大家都一买 买多了 买多了 你看 那个本来买生鲜的 海鲜的 他也现在买菜 赚的多嘛 他当了买了 大家都不抢购嘛 他卖不掉嘛 就不赚钱了 商人的利益驱动嘛 他批进来还是这个价格 卖出去的价格就不用 他批进来好卖嘛 买的快 他当了买的 就像那个 只有100%的利润 他就是买这个 买你这个 我认为是这个回事啊 不必要的恐慌 但没办法 谁叫你封啊 你不封呢 都不封闭管理的 都不用买了 都不用急了 哇 赞天营业 红河路啊 有一片萧条 上午10点钟 他吃晚上热闹一点 都不能躺食了 哇 这个 月来酒店 门关了 现在上海是 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了 10点半了 冯青小面 都快开啊 你不开 谁给钱啊 谁给工资啊 加了汤包 汤包好像不能躺食 都在外面吃了 喝热闹吃了 但均勒 上午11点钟啊 买菜的这么热呢 买肉 买菜的这么热呢 大家都来买菜 哇 拍的拍拍对 哇 涨了一堆工作 搬了一堆工作 哇 名下菜15块钱 上海菜9块8 买了一份生菜 买了 怎么办呢 再会也要买 别人的番茄8块8 哇 四个8块8 七糊了 哇 我吃 番茄8块8 哇 那就15块8 哇 我看她的 谢谢大家